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朝鲜赵大元的一盘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盘棋的实战 赵大元应该说在当时对于我来说 或者对于任何棋友来说应该都是还是非常陌生的 它是来自于朝鲜 在当中我们印象中朝鲜的实力究竟如何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盘棋来简单地看一下 在当时下棋之前 我只知道朝鲜的棋手实力还可以 但在这盘棋 这盘棋是第五轮 第四轮朝鲜战胜了韩国棋手 还是让我大吃一惊 布局下车这样是当时我有意识准备 并不是心血来潮 因为当时下这个布局的比较多一点 但这部拖当时有些讨厌 因为当时刚开始积木半的时候 像这样虽说还是说是正常的一盘棋 黑棋得实地 白棋得外势吧 但从全球来讲黑棋这种棋特别容易发展的空间有限 实地往往就这个两个角 经过多盘棋的实践觉得这个结构并不是自己特别喜欢的 尽管我还是偏向于实地型 但这样发展比较小的棋我真的不是太喜欢 所以做了一个改变 但如果先走这个小木的话 经常有可能会走不成像小木布局 赛前准备有可能会被对手走这个 那你就只能走这个了 所以先走这个木外也是有备而来 却在前几盘对局中我也没有采用这个布局 也就是想给对手一个出其不意吧 在这盘其中 盘是新位 黑棋小木 实际上能如愿守到这个角的话 应该说至少在战术战略的布置上 应该说走向第一步的成功吧 实际上对手下来也很简单 下来一个脱腿定势 按照现在围棋理论 这部单关跳现在已经有起手认为 这已经是类似于败招的下方 都一定要强调黑棋这部起要飞起 或者甚至说这个点三三这个点 但这都是今这一年 今年这一年发生的事情 按照我们以前完全理论 这部跳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一手 但现在今年我们看看发生什么 首先有这部点 就假设我们上面是个大飞角吧 这部点 白棋立的话黑棋在飞 形成了一个特别复杂的套路 所以白棋有加 黑棋有什么飞出 然后白棋加这个黑棋反加 各种各样的一个手段 所以随着阿发口的流行以后 这部这个时候点三三也被认为是一个时机 通过白棋这里的应对来决定黑棋这里的下发 更有黑棋这部直接飞 强调对白棋的压力 认为也要比这首棋好一点 所以说现在围棋的变化真的太快 但当时这首棋是天经地义的一首 白棋拆 黑棋挂脚 白棋三接地加 这也是 应该说是长久不摔的一首棋 直到现在还很流行 两间高加怕的是有可能会反逼 或者飞压 都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而三接地加 认为跟这个子的结构 结构更好一点 这是飞压 这也是现在阿发狗特别推崇的一部棋 我感觉它 不管这有没有子 阿发狗特别喜欢这边飞压 如果只要飞压到就便宜了 白棋实战如果单跳的话 白棋实战是选择多爬一首 单跳和这个爬 可谓是有利有弊 如果单跳的话 黑棋估计会在这一带引针 白棋大致跳一个 所以又拖 这一定要针子有利 哪个针子呢 就是这个子的针子 走这个 再针 这个子 黑棋必须针子有利才能这么下 如果针子不利的话 这被跑出来 黑棋就没法看了 然后针子有利 确实白棋这个局面比较难下 白棋如果断 黑棋不要单提 黑棋可以先吃一下 让白棋选跑哪边 白棋如果跑这边 黑棋提 白棋吃 黑棋就一加 黑棋这里的损失 远远小于白棋这里的损失 白棋损得更多一点 所以这个图 黑棋非常厚实 黑棋有利 白棋如果跑这边 黑棋提 白棋单跳也好 或者拐了再跳也好 这黑棋都不怕 因为黑棋这个 班战斗是先手 黑棋这一代的战斗 没有怕的道理 所以只要针子有利的情况下 黑棋拖这个 是非常常见的一手 也是非常实用 按照以前的定式 白棋沾 黑棋沾 白棋拆二 以前认为这是个两分定式 但在这个定式 目前已经被淘汰了 这个定式 黑棋远远便宜 黑棋先手按定 而且毕竟取得 白棋的先手脚 黑棋先手取得了 白棋的脚地 关键是先手 这个是太大了 双方按定以后 黑棋比如说再挂脚 这个黑棋很容易取得 布局的一个领先 所以走这个的时候 现在其实白棋一般是贴 黑走这个 白棋跳 黑棋立 但这是黑棋的一个无忧脚 如果是这样腥味的话 白棋挂个脚 这个上边 有一个高低的配合 有个立体型的结构 还算不错 但黑这里无忧脚 已经站稳了脚跟 然后白棋再在这里 再拆一个 多少显得有些无趣 所以如果下针这样的话 可能是朝鲜选手 赵达元 所不愿意 见到的一个局面 更何况 他可能也是比较偏重于 实地的起风 他不愿意被拖到那一下 顺便我们这里 可以补一个支持点 如果跳的话 真子有力的情况下 黑棋会怎么办 冲 这是我们刚才讲 不能单断 断的话真子不利 黑棋要崩 黑棋就是压 是一步好奇 白棋如果再走这个的话 黑棋可以再堵 这压倒一下 肯定便宜了 我们先看不压 不压的话 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白棋 白棋首先可能会选择 断的一个变化 黑棋走 白棋长 黑棋动出显然是不利的 白棋可以滚打 就要再长 这黑棋这四个子跑的 相当的武器 然后 黑棋有的时候就跳一个算了 白棋打吃 黑棋霜 白棋提 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部变化 其实大多数是认为 白棋烧好的两份局面 因为白棋提的三个 确实太厚实了 所以黑棋在这先压一下 不亏 先压一下 把变化走 白棋只能尝这个 随后黑棋大概再虎一个 形成这样一盘棋 总的来说 白棋拐出后 应该说这个局部战斗 白棋没有怕的道理 应该说还是白棋不错的一个局面 况且白棋还有 不怕复杂的棋友 可以向大家推荐这部棋 这我当时记得 08年世界智力运动会之前 曾经在中国棋院和国少 国家女队一块训练的一段时间 对这个变化摆得非常多 就接下来黑棋会立 白棋打持 但现在一晃 这个十年也过去了 这个变化下的也少了 黑棋打持 提 这大头滚 滚的 打的时候肯定是非常舒服 但关键下完以后 这棋怎么办 黑棋这扳两下 是黑棋的权力 但所有黑棋紧出气的话 白棋有加的一手 好手 黑棋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黑棋 可以跳 跳的话 如果白棋贴 黑棋虎 白棋扳 这样的一个图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首歌 双方 黑棋 白棋在这里曾经提过 黑棋三个子 各拿掉七个子 黑棋拿掉一二三四 然后被提掉三首 七个 而白棋拿掉一二三四 五六七 从这个局部来看 双方更难道 白棋的子效应该说 还是相当的可以的 所以 况且白棋这个子 应该是有作用的 可以看成 这样的一个 白棋这里还有个子 有个硬腿 还是有明显作用的 所以从这个结果来看 明显白棋效率更高一点 那作为黑棋来讲 怎么办 黑棋在这个局部 特别关键的一个局面下 黑棋这跳 白棋贴的时候 黑棋这下能不能扳道 至关重要 罗白棋就简单忍耐 选择扑了力收器 那黑棋走一个 白棋吃 这是跟刚才完全截然不同的地方 黑棋这部打吃先手 这个硬腿的先手 简直是 直接决定了 这个战斗局部谁优势 有这个硬腿先手 黑棋加上去 力量就完全不一样了 甚至可以加得更远一点 但如果没有这个先手 比如说刚才这个图 白这个小尖还是先手 黑棋挡 白棋一跳 这些谁攻谁还不一定 就对白白插这个子 一个是比如说是这样 另外一个就已经成这样了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局部关键是 搬 搬得到搬不到 当然搬的话 白棋不能扑简单硬 而是要选择这个托 这个托在当前局面下 黑棋如果搬的话 白棋一沾 黑棋一沾 白棋就简单就比如说扑 把这个再补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图白棋明显还可以 白棋得力 但黑棋看这个挖行不行 挖完了 那这会形成一个天下大截 白棋打 黑棋提 白棋粘 但这个粘截 黑棋没有适当的劫财 黑棋不行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直接扳白棋有拖的强烈应对手法 因此推出黑棋这个白棋粘 也是可下的一手棋 在这一带的变化还是相当复杂 实际上白棋选择了爬了一跳 因为是真子 黑棋这个引针 还是相当现实的情况下 赵大元也给出了他的一个答案 他觉得在这个局面下 实地比多爬一下要重要 多爬一下这里的 多爬一下的劣势很明显 就在将来左边的战斗中 这里多爬一下肯定吃亏了 实际上 因此黑棋打入也是必然一手 白棋飞 这一带的变化都是非常常见 这刚开始的时候 我想对朝鲜选手下棋的话 应该从技术的一些研究上 我们中国其实应该占优势 但实际上也却并非如此 朝鲜棋手其实他们的一个训练 后面几年我们跟朝鲜棋手 交流日益频繁 他们不仅参加世界一维持锦标赛 甚至还参加了商业杯 商旅杯等大赛 我们和他们多次交锋中 发现他们对一些局部的研究 甚至比我们还深 随后我们问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刚开始他们告诉我 他们那期就是基本上白天训练 基本上有网络实战 当然他们上当时的时候 上英特网 上互联网的时候 应该说还是非常贵 在他们朝鲜那边上非常贵 但他们是有政府拨款 他们国家的 然后是对他们进行一些支持 通过网络来学围棋 有的时候也会和北京交流买一些围棋书 他们的领队也是曾经参加过世界一维持锦标赛 李峰一中文都非常的棒 随后他们还有一名非常非常优秀女棋手 赵欣欣 当时我觉得她的水平应该说 基本等于中日韩职业顶尖女棋手的一个水平 可能比瑞老这批还差一点 但和一些年轻棋手应该说是旗鼓相当 在朝鲜这个相对封闭的国度能有这样实力 应该说是非常强的 其实赵大元在当时应该说是他们的希望之精 他和我下这盘棋的时候应该还不到二十岁 就能代表朝鲜来下 随后他曾经在后面几年也获得过双旅杯的冠军 应该说还非常有实力 但在我和他这盘下棋之前 我对他其实确实一无所知 我只是看了第四轮他赢了韩国许炯辉的棋 其实我在这次 这是我第一次世界业余锦标赛之旅 我在比赛之前肯定会做很多准备 但做的最多准备无疑是两个人 一个是韩国的许炯辉 他因为和我在比赛之前已经成为了韩国职业棋手 但报名的时候还是业余棋手 拿了韩国很多业余比赛冠军 就是韩国业余的四大天王之一 然后日本的局势抗浪那更不用说了 明门小二尽管已经77岁的高龄 但实力还是非常强 而我在和赵大远这盘棋之前 我是过了局势抗浪老先生这一关 应该说下得也非常艰苦 下了四个小时终于赢了六目半 印象还是很深刻 但朝鲜选手也立刻了韩国棋手 这其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 也让我对朝鲜棋手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认可 也摆了他和徐炯辉的棋 其实他下得非常出色 在下次之前已经绝无轻视之意 但把它当作一个非常强的对手来下 其实一个方针 其实还是有点寄希望于在布局阶段取得一点优势 我想作为我们的研究来说 肯定要比对方更深刻一点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朝鲜棋手在研究还是非常强 客观来讲 最后几年其实对朝鲜棋手有很多 不管媒体也好 有很多的解读吧 有人认为朝鲜非常非常神秘 但其实经过这些交流 他们其实最高水平等于中国一流业余棋手水平 但他们厚度跟中国应该还是没有办法比 相对于我们的一个中日韩业余的一个对抗来说 我觉得韩国对中国的威胁要超过 尤其进行你韩国怨声的加入以后 韩国对中国的业余棋手的威胁远远超过朝鲜 但朝鲜比日本的业余棋手我个人认为要更强一些 所以朝鲜这个国家的这些棋手相当不容易 而且相当的有实力 好 我们继续回到实战 白棋飞 黑棋顶是必然的一首 随后中国在这里有很多下法 白棋这部尖顶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首 黑棋如果想当然搬这个就上当了 白棋如果搬 黑棋打吃 沾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那无疑是黑棋可以满意 白棋这里几乎是动弹不得 但黑棋如果搬的话 白棋就是会尝这个 黑棋这时发现 本身黑棋会搬连搬 有人也这么下 白棋就拐了 然后再跳一个也有 大飞一个也有 就重庆处理的 有人这么下 但实际上白棋尖顶一个是非常阴险的一部棋 黑棋走这个 白棋再走这个时候 我们会发现搬连搬就不成立了 白棋会打吃 再打吃这个 这时这两首棋的妙用就出现了 黑棋沾 白棋打吃 这个图基本上黑棋已经崩溃了 这不能差一步棋啊 所以白棋顶的时候 黑棋如果 黑棋最佳的下 如果走这个也过于消极 白棋一搬 这个白棋实地上收获太大 黑最狠的是挤 白棋沾 黑棋切不可随手虎 像刚才这个搬了一下以后 如果走成这样的力 但这个时候被白棋一点 这个黑棋骑行又崩溃了 黑棋如果力阻度的话 白棋常出 这黑棋明显不行 黑棋是要强硬的力 就形成一个比较乱战的局面 当然还有一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是 白棋顶这个是最顽强的 黑棋连搬也是必然的 如果退的话 一旦被白棋出头 黑棋两块棋都不活 反而被告和原告的身份就已经产生了一个变化 黑棋走这个时必然 白棋走 打吃 长 当然这个值得注意是我们这几下不能交换 交换的话会出问题 黑棋再小间 白棋走这个 黑棋这时就不会沾这个 会沾这个 搬 搬 黑棋可以先在这搬再搬 走 黑棋沾 白棋如果虎的话 黑棋打吃杀吃卖一气 白棋如果沾的话 黑棋有一路立的好手 白棋也不太行 所以这个棋如果要想好了 只要想清楚了要挤了 作战的话 那这里就不要交换 黑棋这时硬战是站不动的 如果团 刚才黑棋甚至白棋尖顶完 黑棋可以团这个 黑棋团这个比较好 我还想大家推荐这一手 白棋顶 黑棋就搬粘 白棋如果粘的话 黑棋就虎一下 一粒 黑棋这次不能撞 撞了就不一样了 走这个黑棋就打吃 白棋已经慢一次 但如果没有这个交换的话 答案显然否定的 黑棋如果团 白棋会顶 黑棋走 这白棋 黑棋没有这个力 黑棋一路力是后手 杀刺的话 黑棋不能宽 这就让被白棋一延弃 黑棋就杀不过了 所以这个图是黑的不行 黑棋不能硬战 只能妥协 所以黑棋可以煎这个 白棋吃 黑棋粘 白棋提 黑棋加补 本身的定式是加补 随后白棋有这个手段 长 搬是好挤 然后黑棋走 白棋拐 这几乎形成了一些定式性的下反 一直跳 一直在飞 白棋靠 这一旦现在下到阵子 白棋的话 白棋并没有明显的收获 但战斗还在继续 白棋还可以 有两个选择 真自由里白棋可以先切断黑棋 也有可能白棋先贴出 有两种选择 这个战斗还在继续 应该说是双方可下的一个结构 当然随着阿发狗的出现 阿发狗我看它当时 就是MUST在往上60盘起 它这其实不下 它是拍这个 它认为这里的价值也不小 白棋如果病的话 黑棋就在贴出 它认为这块是对跑出来 未必是吃苦 它认为这里的价值要大于这个 就是阿发狗的一个思维 应该说也有借鉴的地方 它是认为这里的价值更大一点 当然这个局部 像这里应该说是 也成为一个常识性的 一个必修客一样 在局部边上的定势 所以说现在围棋进步也很快 按照以前的理论 都是脚上的一个变化 只要下到这个长完白棋一跳 然后我们搞清楚 将来有黑棋有没有这个靠的可能性 正好我们讲到这里可以摆一下 只要真子有力的话 白棋黑棋有这样一个变化 黑棋冲 走 断 沾 黑棋立 白棋吃 白棋切不可走这个 走这个黑棋一打吃 脚上杀器还是黑砂板 白棋走这个黑棋一搬 白棋一打吃 黑棋沾 脚上是筋肢独立 这个图白棋不行 白只能咬着牙继续打吃 黑棋打 沾 随着黑棋走这个是威胁性不大 这个还没止 白棋一小间 这轻松度过 黑棋搬的话白棋别断 断背黑棋一尝完了 这棋就死相惨烈 白棋一贴 黑棋只要一收起 白棋全灭 白棋可以加 加过一走 这反而黑棋困难 黑棋走了半天 黑棋如果再反打 黑棋只有靠这样活 但这个图已经没法看了 黑棋可能靠这个活 白棋还能提截 如果这么惨烈活的话 这棋 黑棋基本上也输了 这是最好的一个下法 黑棋是往这飞这个 非常厉害 白棋如果搬这个 黑棋一断 又还原 白棋全灭 如果直接打截的话 这显然黑棋歇手截 白棋也吃不消 看似白棋没有办法的时候 白棋这部坚定是冷招 联络的好手 黑棋如果顶的话 顶要阻度 这个阻度明显气不够 这个球阻度明显没有成功 那阻度只能这个 但白棋一路搬的好手 黑棋走 白棋一断打 这反而黑棋完了 因为黑棋打吃先手 这黑棋完了 联络没有问题 那白棋走的时候 黑棋最佳的一个下法 是贴这个 白棋不能走这 走这就被顶死了 只能一路搬过 黑棋也别要去 属所走一个 就单挡就可以了 白棋沾上 这也形成了一个 局部很常见的变化 随后黑棋两件低加一下 这个图一般喜欢 白棋人比较少 黑棋跟白棋目数差不多 随后白棋的先手脚 成为黑棋先弓 而且上面这块 黑棋的形状 相对来说还可以 所以这个图渐渐 觉得冲出来不一定便宜 所以面对这个 靠的一个下法 白棋更多地选择这个班 那接下来 黑棋无疑是冲 走 这在现在实战中 也经常常见 白棋打吃 黑棋沾 白棋要补齐的话 是补在这里 但有的时候 白棋就不补了 追求高效率 白棋不补了 走在外面的也有 应该说 也是局部的一个变化 当然在最早的时候 可能在上个世纪 或者是这个世纪初 可能掌握这些局部定时 已经很厉害了 但随着围棋的发展 对这边上定时也要掌握 就要难度大很多 像这样的变化 大家就经常要 至少知道有这么一个变化 白棋实际上是退这个 我当然觉得 如果在这个局部 肯定需要这个先手了 这个头一旦给白棋 轻松出来的话 这黑棋两边都相当的苍白 先冲 这反正先把自己下后了 主要还是要 面对这个扳头 一定要把白棋 封进去取得联络 下到这的时候 我当然觉得白棋这手棋 还相对来说较软了一点 白棋实际上走 如果跳的话 黑棋就非常高兴的一贴 这个AB两点必得起 这先手虎一下 这个木树得太多了 实际上白棋走这个点 很凶悍的下反 黑棋如果走这个 白棋一虎出 这个战斗就升级了 如果简单的往这个搬呢 是欲速则不达 白棋只要一虎 黑棋的防线瞬间告破 但这个需要计算是这个图 白棋走 随后白棋可以断 这个战斗非常 甚至白棋可以最狠的是 扳一下 可以只能靠这个 然后白棋在这杀出 我当时感觉这个图 确实双方各无尘算 都太乱了 这并不是想下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最主要的是 我发现了实战里有一部好手 黑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必然会断你 大家冲下去对吃的话 这个黑棋不能行 这个白脚上实地太大了 所以黑棋实双选择了这个挖 挖是局部的好手 如果白棋打吃的话 黑棋就沾上 白棋就断不了黑棋了 所以这个时候 挖是局部比较犀利的一手 随后白棋战斗声 白棋走这个 黑棋这一手挖以后 其实原则上 已经把这里的口给封住了 黑棋实双选择这部拖 这一代下的应该说是 还非常紧凑 如果白棋冲 那这个白棋有灭顶之灾 黑棋虎 来走 在黑棋冲 这局部白棋就全死了 所以这个白棋不能贪吃 选择转换 吃这个 黑棋沾 这个应该说实地上收获还是非常大 应该说下到这个时候 我是当时觉得黑棋还可以 下成这样一个局部 黑棋毕竟在外面把白棋成功的封锁 双方脚上实地应该说也差不多 下到这个时候应该当时觉得形式还可以 白棋实在点 这手点本身是平淡无奇的一手 如果换到现在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 粘上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正常范围之内 但在当时这个 这盘棋的情况下 我实在是不愿意被先手便宜 所以选择这部点 反击 白棋走这个 把白棋下中以后再点这个 从现在看角度看 这我也挺佩服当时勇气的 在这样一个世界英语锦标赛的一个非常关键棋上 这两手棋其实还是拼得非常凶的两手棋 白棋如果挡的话 我就这个搬 这其实目数上已经得了很多 拖过以后 由于黑棋这一代有先手 所以对中央的战斗 我可能搬一个重庆处理 黑棋很轻 而且有先手 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好处理一点 实战白棋也忍无可忍搬这个 然后我觉得这两手其实正是时机 走完以后 黑棋有了 因为有了这里的眼位 所以这部白棋点的效率就会非常低 但关键脚上的一个对杀又非常精彩 但关键脚上的一个对杀又非常精彩 把这个字吃下这里的时候 这个断点我就能省略了 但我所谓白棋来的时候肯定要杀 黑棋鲜肉吃一下还是非常舒服 实战白棋一般 像这个时候搭着 那随后黑棋这步先排一下送一个是好棋 结果亏了两步棋 但这个收了白棋一口气 如果我们可以看一下 黑棋如果走这个 白棋走这个 黑棋走这个 白棋打吃 这是一个 将来黑棋要走一个 是一个缓两棋解 立完以后还要收两棋才是紧接 而如果实在排了一个以后 白白收掉白棋一口气 就是成为黑棋挡住以后就是一个缓一棋解 缓一棋解跟缓两棋解 那是完全不可同日而遇的 所以黑棋这个局部排一个 是常见的收棋的好手 在这里也可以向大家 骑友们进行一个推荐 从这样一个局部下完以后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形式 就是白棋跟先手脚 如果白棋打赢的话 白棋的木数有多少 这里是白棋先提过两个 五个 十一 二十二 二十四 二十六二十五 白棋这块有三十木左右 三十木加这里四十木 然后再加这个大飞手脚 但关键这是四十木的话 这要大大打一个问号 因为还有两个缓气结 而黑棋这两块 其实加在一块 这十一木 这十二十六 这个点个四十木 其实三十木没问题 但黑棋现在可以 该黑棋下 然后黑棋还有这外式 然后随后又可以先动手 应该说 这时黑棋还有一个结 这个结应该说 不能完全不点木 还是这个结 对了于白棋来说 还是非常重的 所以当时我觉得 应该说是黑棋还可以的局面 但如果现在直接去收起 第一个这个结也打不过 第二也很难取得太多的便宜 我觉得先放着不走 把这个找机会再打 点三三 应该说从现在来看 这个选择还是正确的 走这个 这白棋下后的构思也正确 如果白棋挡这个 一方面下完这个定势以后 这里又形成了很多结材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这脚上黑棋多出了无数个结材 将来几乎 白棋如果想要打赢这个结 白棋还得补回去 然后再加上黑棋这里还有一个 随时可以会做成一个天下大结 这个白棋有点吃不消 然后这又是一个紧结 黑棋说完棋就是紧结了 这个结的价值应该在 五十十一二十二二三 三黑棋沾上的话 三三四三五十一五 这个结的价值将近要有六十目 这个对外面来说 白棋很难找到这样的结 而且这里都基本都可以给 至少一个地方会被白棋吃回去 这个白棋不能接受 所以白棋当务之急是下后 由于这里有一个结的因素 所以双方都不能按照平常的时候来下 一定要有些特殊的下方 这先是常规定式 长 如果黑棋这是简单单的沾的话 这被白棋走这个多少显得有些苍白 白棋把这一旦下后了 黑棋将来结不好找 我总不好意思跑着找吧 如果掉着找也就一两枚结才 甚至还不一定是结 所以这常制造头绪 白棋如果肯这么走的话一沾 首先这个局部已经被黑棋一靠 这好像已经有点扛不住了 白棋接黑棋之前已经卖起 如果冲了断了一打吃出来 甚至黑棋还可以揍上去 这个白棋有点吃不消 关键还抱着一颗定式炸弹 直着走的话 这拳机一乱战 黑棋后视能够得到发挥 随后劫财肯定会十分有力 更关键这个局部本身战斗就是黑棋有力 所以这一项 作为白棋来讲 不能轻易让黑棋尝到 白棋实际上吃这个 黑棋顶一下 我估计按照赵大元对手当时的预想 他应该是估计会行 以为会形成这样一个定型 黑棋一沾 他估计会形成这样 他想把木树先捞住 两个大肥脚 然后这个结再想办法慢慢蹭 这里黑棋的结材也不好找 走这个来说 不是绝对的结材 应该说就根本不是结材 可以走这个白棋小结 黑棋还是慢一气 白棋一管 局部黑棋还是慢一气 所以这个 这是他的一个构思 这里我把结材全消了 然后我把木树又拿住 将来长出以后 这种没准都会成为我的结材 毕竟是缓一气节 我不怕 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但实际上他没有注意到 白棋黑棋可以有一个非常规下法 走的时候 实际上我选择打吃这个 这个按照平时来说 这可以说是匪夷所思的一个下法 就根本不能考虑 但在这个局部 却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一个想法 天 看上去被五个吃了 看上去是打烧 但实际上 却并非如此 因为这盘棋结构太奇特了 这里一旦 由于黑棋特别厚 而且这块黑棋都是火棋 这个结黑棋根本不怕 这里再厚黑棋也不怕 这里的价值就非常的小 然后黑棋得到了什么 黑棋将来打吃 黑棋搬 黑棋实际马上就搬了 搬成了以后 脚地就全回来了 更况且 黑棋这堤以后 这里木属还相当的多 将来这打吃完了 这黑棋将近有二十多亩的棋的实地 白棋只获得十亩棋 这一道后石 几乎得不到任何发挥 只是限制了黑棋这里的后卫 所以我认为 当时在这个局部 这样的一个转换 应该说是黑棋得力的 更何况我认为 这时两枚劫材 在这里获得三枚特别舒服的劫材 黑棋我先贴了一个 白棋提截 黑棋打吃就特别舒服的一枚劫材 白棋沾上 黑棋再提 这三枚劫材也是非常快心的劫材 黑棋有了这个以后 这局部也是活棋 所以我认为这个段的可能性非常小 我头都在外面 而且段本身是单关 还撞进一气 所以下到这个的时候 我感觉渐渐是打开了局面 刚开始我只是判断黑棋稍微主动一点 但你说这个棋形势有优势 我觉得还谈不上 但在这个局部下完以后 尽管从局部壮观场面的视觉冲击力来看 黑棋完全不行 但从实际上我们冷静下来一判断 我觉得这个真正打开局面是这个时候 白棋拖 白棋这个时候都不愿意找损结 因为这个结对于黑棋来说是白来的 黑棋提下的特别愉快 这两个结 白棋不能随便来这个 这个的话我肯定先收这个 然后白黑一提结 这个打吃的结才太爽了 提完以后我就万结不理 就把这个结消了就可以 实际上白石走这个 该黑棋白石继续提结 白石先找这个斑一下的结才 然后我认为是应该先拖 这个斑应该是黑棋救命的结才 不应该现在这么早 他可能觉得不损先找两枚 然后再提 黑白石 黑石把这几枚特别爽的结才先打掉 然后随便提 白石拖 拖完以后把这个脚有点损了以后 黑石再这个点是好手 白石如果挡的话 黑石这个再点 这杀出一块 由于黑石这里尽管白石是铁厚 但白石对这里的辐射还是非常小 而黑石对这里同样也有辐射 矿泉这里也有发挥后卫 这其实尽管说白石铁厚 但黑石确实也不薄 矿泉还有一个 毕竟还有个天下大结 所以黑石点以后白石选择了忍耐 黑石提 白石挤慢慢找结 黑石要沾上 黑石就把这个结当做一个无忧结来的 只要稍微取得点便宜 像实战这样 我觉得这里黑石平已经很舒服了 黑石再爬过 再搬了一连搬 搬的时候这骑白石 渐渐有些沉不住气了 再一搬 黑石就继续跟着走 黑石也不去打这个结 这是白石这个打吃是太厉害吃惊了 他这个我知道 他的一个想法是怕我在这里什么打吃 这里以后就交换 甚至我就开朵花 他觉得这骑太憋屈了 打吃完以后 保留着这里的一个先手 这里也对多少有些防 防住也让这个是变成后手 让黑石这个打吃不一定变成先手 但这个一打吃多少有点丧失理智 实际上尽管提结消结 但在这里的一个局部亏损实在太多 从某种角度讲 我觉得这里白石技术多少有些变形 作为这个结来讲 尽管形势不利 黑石点的话 我觉得白石可能还是考虑重勤 比如说这样印一个比较好一点 黑石爬白石再把结削了也变化多 况且白石还能继续蹭 这样的话对黑石也会有一些压力 黑石一定要防着白石哪天真的 哪天有可能会管下的可能性 再把结削了的可能性 而作为白石来讲就是黑石还没紧一口气 还没花一手指直接把结削了 多少有些不愿意 但这个局部实际下沉这样的话 那黑石真的不能再满意 白石一搬 黑石连搬 白石一打打完以后 我觉得这手棋几乎跟认输没什么区别 他就是为了抢个线索 再在这地形 然后再把这棋给削了 尽管从两边来看 从视觉的冲击力来看 白石这里提了五个字 这里又提了黑石八个字 全局光提子的目数就是123456789011123456718 就是36亩 但全局也就这些该目 全局白石这棋也就40亩出头一点 而黑棋可以判断一下 567890111224252627327 光这块就37亩 384243 然后这一块都可以负责天目 然后同时又是该黑棋下 所以说这棋黑棋的优势非常大 如果换说现在我来说 我可能会这棋选择自补一个 吃一个 把自己下厚 当当时也确实年少棋身 还继续抢 继续拉大实地的优势 白棋搬 这个棋价值也非常大 现在白棋还不得不在这个局面下 还要打扫战场 白棋先上这个飞 这是我是觉得形式优势比较明显 其实这个棋我觉得 从现在今天白棋的角度来看 这个棋实在是不能再臭了 我至少也应该飞一个之类的 飞一个等白棋走完这个以后再走 当时可能是觉得这棋赢的实在太多了 就选择了这个棋 现在看这时候其实我绝对不会往这想 可能往这走一个 所以当时可能在这个觉得要赢的时候 心态其实还是有些微小波动 尽管那次比赛我觉得我心态调整 应该说还是可以的 但在觉得快赢的时候还是有些过于求稳 当然也有这个可能性 觉得走完这个以后这棋还能贴回 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没有这个子的话 还是什么被搬一下 还有点不舒服什么的 有一定的可能性 但从道理上讲 无论如何也应该飞一个之类的 更好一点 黑棋粘 白棋长 黑棋贴 白棋长 这两个手棋架子 其实拍头的架子还非常大 当然黑棋在管 搬 其实这个时候黑棋确实形式好的比较多 只要步步推进就行了 白棋这手棋确实拼得很凶 当时我觉得这棋 这些后尘这样的也真的是不怕战斗 就把这几下都走了 我想这棋 你难道还能把我吃了 我这网炮 这铜墙铁壁 还能把我吃了 所以这个确实对来说白棋非常困难 所以这 管了以后 这黑棋基本上就看清了 再跳一下 已经有反攻倒算的感觉了 那白棋先走了一个这个 先吃一个 先把这个 但黑棋这一跳 这中间的潜力都没了 而且这棋要处理 所以白棋也拼了走这个 这其实黑棋只要按了联络就可以了 白棋一沾 但黑棋一小尖也是局部的好手 一方面阻断白棋归路 另外一方面把这个子给跑出来 几乎是白棋一无所获 白棋让在这一角 这棋实际不存在角了 黑棋选择最简明的 就把这个联络 因为这棋确实领先比较多了 所以白棋再坚持了几下 走这 靠 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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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到这个时候 对方也没有再坚持 就投资任负 我们可以判断下大致 这个是白棋的权力 黑棋打吃是黑棋的权力 白棋这块十三木棋 这要提过两个 十四十五 二十五 三五三六 三七三八九 四一三四四 四十五 四六四七 四八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 这可以看成白棋一木棋吧 五十五木棋 而黑棋呢 一二三四五六 六木是铁木 十一 十二三十五 十六七十八十九 二十二一 三十 三十四 三十七 四十七 四八十九五十 五十五六七五八五九六十 六十五 七一七三七五七七八七十九 这次黑棋将确实好得比较多了 将近有 排名要有三十木棋的优势 应该说 中观全盘 黑棋在主要的三个局部 应该说 都是取得了 比较的明显的一个战果吧 像这里 黑棋一步挖 包括这步爬 我觉得是当时 应该说 在当时我那个水平 应该说下的比较不错的两步棋 随后这一代的构思 应该说也算 比较灵活吧 没有拘泥与局部的一个长形 果断的把这五个子弃了 简化了局面 同时又获得了 宝贵的劫财和实力的优势 然后第三个局部 应该说是最最关键的一个局部 在这个局部 黑棋利用这个还有杰针这个 无忧杰慢慢打 同时下出这步点 随后白棋这个应对 有些过于消极和简单吧 他可能想尽可能不要跟黑棋 过多纠缠把这个结消了 再慢慢下 但实际上这被黑棋搬了连 搬出来以后 这棋真的应该说 已经是非常的困难了 这盘棋客观上讲 应该说是赵大元 并不是特别发挥的一盘棋吧 再三 有可能是这两个局部 他已经觉得下的有点不太爽 然后第三个局部是致命的 随后黑棋在优势的情况下 这些定型 我觉得应该来说总体来说 还是我比较满意的一盘棋 所以也选择这盘棋跟大家共同研究 这盘棋真正的获胜 我觉得在这个局部下完以后 我觉得已经处于比较明显的优势 然后在这个白棋消弯节 我拆到这个二的时候 应该说是胜定了 对我来说这盘棋应该说 也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盘棋吧 总的来说 这次这05年的世界业余维基锦标赛 应该对我来说是意义非凡的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业余维基锦标赛 包括国务总理 被两个比赛综合起两个世界业余维基锦标赛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是去日本参加 所以当时无论橘志康郎先生也好 朝鲜的赵大元选手也好 还有韩国的许炯辉 在当时这些与这些棋手对抗 包括之前的一个月 我应该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吧 甚至05年我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那条小路吧 每次走进那个赛场 那个赛场是古色古香的一个 古色古香的一个体育馆吧 当走过这走进这条体育馆的这条路 有一条非常长的一条白油路 然后就每天就可以听到这种乌鸦的声音 在乌鸦的伴随中一步一步走向赛场 每次走进赛场的一个过程中 这条路我感觉走的过程思想都会特别的丰富 一边会想着这棋该怎么下 另外一方面对手风格会怎么样 我应该怎么样来克制对手 甚至都会考虑到不同的场景 就感觉就会进行一场 就类同于命运的审判吧 所以那次比赛可能是 我有史以来压力最大的一个比赛 也是对于我觉得对于我现在想起来 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吧 还好那次比赛应该说是非常幸运 这盘棋我发挥的也非常好 包括与吉志康朗先生 包括和徐炯辉后面的对局 应该说那次比赛的状态都调整得很好 当然这和世谦做的一些准备 包括到国少队和国少棋手下乐生赛 包括和朋友们下一些乐生赛 对状态调整都是分不开的 但真正的大赛和平时的那些训练期 和比赛期真的是截然不同 在棋盘上 这盘棋看是很简单 但实际上都下了三四个小时 尤其和徐炯辉 其实那盘棋就下140多手 我最后大龙对上快一气 幸运的获胜 其实如果对手下队了 我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 但所以这些棋应该说也是 幸运陪伴着我吧 但在当时确实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所以这盘棋 无论是这盘棋 还有这次世界鱼锯标赛 对我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 同样一些欧洲棋手的棋影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还有他们棋影非常非常大 他们非但白天世界鱼锯标赛 白天两盘棋他们下的非常认真 可晚上经常还会通宵打蛋的继续下 从每天晚上十一点九点十一点十一点开始 就喝着啤酒 有时经常会下到早上四五点 通宵来下棋都有 有时我们大巴要发车了 说大家出发了 然后有的人还在那里 老外还在那下棋 等我一会儿我还有一步棋要下 这样的一个棋影真的是令大家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们有时在比赛最后一天 因为我们比赛也结束了 对于我们来说也放开了 经常会和世界各国的棋手 下着各种各样的棋 有时超快棋 有时什么一对二 一对三 甚至迷你棋 怎么样各种各样的维持 真的是会享受维持的快乐 在当时我觉得 这个和我们当时的业余比赛 国内的业余比赛 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国内的业余比赛 很多时候还是过于偏重禁忌 而在他们来说 真的叫做一种 维持的嘉年化和一种乐爱吧 所以像这样的一种体验 包括对这个难得的一种经历 包括怎么样去克服心理的恐惧 和心理紧张 对于我的成长来说 我觉得非常难忘 所以也把这盘棋给大家分享 和这些心路里程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